詞曲 李宗盛 如果你的男朋友介意你素顏的話 那個一定不是你未來的老公 知不知道嗎 我覺得一個好的男生 無論那個女生是不化妝 還是他化一個很漂亮的妝 其實他都會很疼愛那個女生 而且我會覺得 男朋友或未來的老公 就是你長伴在你身邊的人 你無理由無時無刻都化妝對著他 所以我覺得有自信的女生 可以在伴侶身邊做最真實的你 那個才是你自己 所以無論在男朋友身邊 只有你自己一個 只要你這樣素顏 那個便是你最愛和最肯定的同伴 女生其實一條很幼的眼線 疏分漂亮的眉 還有少許口唇膏 我應該是可以突出到 那個女生的一個可愛感 而且那個感覺就是 越淡妝 只不過是令到自己精神一點 自己會覺得自己漂亮一點 用分會有一點自信 我會覺得女生減肥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那個年紀越大 你的新陳代就越慢 我又試過真的不停吃西柚 吃西柚 但那個方法又跟我說 你要吃煙肉 所以吃到舌頭很重口味 覺得很鹹 然後吃西柚 又吃到胃很痛 然後又嘔 那你那個煙肉西柚 有沒有成功到 當然沒有 不是 我會覺得 肚瀉的部分會幫到 但是我會發覺 其實肚瀉根本就是不健康 令到你又胃痛 減來又何苦呢 之後又會反彈 這些東西已經是一些 很年輕的時候 真的叫做笑不更事的時候 才會嘗試 但是譬如現在我試過 那你就不要吃了 你才知道